只要丈夫已离开家门 妻子就会贴上避免怀孕的符咒 然后等待客人主动上门 是 是王婶介绍的吗 可今天的客人却很奇怪 她不仅十分温柔 而且丝毫没有非分之想 女孩见状只好主动凑了上去 不料客人一把将其打开 并直接抓住了她的手臂 客人放心 手上只是一点瘀伤 不是那种病 我很干净的 但客人并不是这个意思 她是见女孩这么严重的瘀伤 竟然只涂了锅灰 于是急忙拿出了自己的化瘀膏 主动为其上要治疗 而女孩对此倒是并不在意 一心想要继续自己的生意 可客人却突然问起了她的丈夫 客人要是担心 换个地方也可以 不料客人直接邀请女孩 陪她去赌场玩玩 这可吓坏了女孩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 其实就是个烂赌鬼 要是直接撞上可就糟糕了 于是她急忙拒绝了客人的请求 但客人却说出了更残忍的真相 她之所以会来这里 是因为赌场里有个男人 向她推销了自己的妻子 说她的媳妇长得很漂亮 她还带我去找王婶 女孩一时间泪如泉油 她实在不敢相信 自己放弃了尊严去赚钱 可丈夫不仅没有一丝感恩 而且还主动地推销自己 以换取更多的赌资 这让女孩怀疑丈夫是否还爱自己 于是在晚上吃饭之际 女孩故意露出了满是瘀青的手臂 但丈夫却止不吃饭 根本不关心女孩的伤势 而且吃完饭还盯上了女孩的嫁妆 想全部拿走去还赌债 我发誓 等我把钱还上了 我们就能跟以前一样生活了 女孩明知这是丈夫画的笔 但她是真的想回到以前 那时丈夫既温柔又上进 而且怕戏院将女孩卖到烟花地 还主动带着女孩逃了出去 不愿她受到一点伤害 于是女孩拿出了自己的嫁妆 依依不舍地再次佩戴之后 还是选择相信了丈夫 将所有首饰包了起来 只留下了与丈夫定情的哨子 其余的嫁妆都给了丈夫 希望可以真的回到从前 但客人却突然出现 直言丈夫已经将女孩卖给了赌场 而女孩当然不愿意相信 可看着客人拿出的契约 也就容不得女孩不信 她想去找丈夫对质 不料脚下一划 直接摔倒在地 而客人却趁机表明了来意 原来女孩是彼岸花的宿主 这种花只能寄生在好人身上 寄生后会加速周围人的堕落 最终导致整个村子都变成人间炼狱 客人就是为了消灭彼岸花而来 但消灭的办法只有一种 那就是让宿主心甘情愿地自杀 这样才能拯救这个村子 可这也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要杀好人就坏人 女孩也想不明白 于是她拼命地逃跑 而随着内心信仰的崩塌 体内的彼岸花也开始了扩散 用不了多久 女孩就会失去意识 于是她再次强撑的最后一口气 不死心地吹响了与丈夫定情的哨子 因为丈夫曾经承诺过 只要女孩吹响哨子 她就会立马赶来 但很明显丈夫再也不会回来 女孩就此失去了生的希望 拿出锥子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而客人也成功地取出了彼岸花 用女孩的生命救下了那些村民